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目前大陸正在面對一個兩難 現在他們的工商業活動基本上是停滯不前 但又要面對防疫和控疫的情況 到底在兩者之間如何來抉擇呢? 在一些大城市當中不少企業已經展開了復工 不過復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逐步浮現 在重慶市的巴南區有一家復工工廠 傳出了工人之間出現群聚感染 而且已經有兩個確診病例 而且有一例是無症狀的陽性感染者 總共131人有密切接觸 這也是中國復工以後 第一家企業出現了群聚感染的狀況 這家工廠隨即都要封閉了它 這說明了什麼呢? 就是在兩者之間 即是在經濟活動和防疫和控疫之間 如果要作一個抉擇 選擇前者即是要復甦經濟活動的話 是可以說一定撞板的 這個豪賭一鋪的下場已經可以見到結果了 所以就算中央下令要復工也好 各地的地方政府仍然採取一種刻意拖延復工的狀態 越遲復工就越好 盡量減少在目前的警方人和人之間的接觸 因為各地的醫療系統其實都是非常脆弱的 因為各省的醫療精英 很多都被徵召到武漢那裡展開救治的工作 於是各地的醫療系統就處於一個所謂的留守狀態 目前你要說 如果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出現社區大爆發的情形 可以說後果是不堪設想 亦是搞不定的 所以那些地方政府才對於復工的命令是陽奉陰違 而且糧食問題亦開始逐步浮現 工業活動固然開始停滯不前 而且農民的春耕很多都未開始 而且各地的鄉鎮道路由於現在要阻截這隻武廢傳播開去 故此很多的道路都被破壞了 根本不能在短時間內恢復通車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要恢復耕作也很嚴重 那些肥料、花肥、農藥 能不能在短時間內運到鄉鎮地區 都成為移民 而且這隻武廢疫情發展到何時都屬於未知之數 城市繼續來消耗糧食 鄉鎮的糧食生產陷於一個基本停頓的狀態 故此現在正在吃菊種 不要緊 因為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糧食輸入國 它主要的稻米是從哪裡輸入 就是從泰國和越南 只要這兩個地方沒有事 中國目前仍然負擔得起扣入的費用 不過問題就來了 所謂福無從志和不單行 目前在印巴的境內已經出現了蝗蟲災害 這些蝗蟲已經席捲了很多地方 其實是源於東非 一直在沿途吃光的穀物 一路吃的時候 當然這些地方已經開始出現糧食問題 出現了糧食危機 蝗蟲還未消散 一路飛一路飛 就飛過巴基斯坦的邊境 就已經進入到印度的境內 它再飛的時候會跨越哪些地方呢 它先會經過孟加拉 因為中間隔住了一個喜馬拉雅山 如果它飛往北邊的話 基本上就不可行 所以就飛不到去西藏 西藏即是福地 目前已經沒有了這些確診的病例 疑似的病例也是沒有的 西藏福地 然後如果再飛的話 就經過孟加拉 再飛去哪裡呢 就到了緬甸 到了緬甸以後 如果往北飛的話 就會抵達雲南 如果往南飛就大劑 就去到這個 杜米盛產的地方 泰國 如果真的出現了蝗災 就對於很多地方 都會構成糧食危機 一旦這些蝗蟲未吃夠 再飛的話 在泰國那裡 如果再飛的話 中間隔了一個老窩才到越南 如果不去老窩那邊 向南飛就去柬埔寨 再去越南 這些都是大劑的 有些人會問 在網上 我覺得挺有趣 那些人為什麼 被人吃了一道米 被那些蝗蟲吃光 為什麼不吃蝗蟲呢 當然蝗蟲是可以吃的 只不過在蝗災當中 那些蝗蟲其實是飛得非常快的 好了 在這種情況下 有幾多隻是死了 跌落地 就算撿回來吃 基本上 都只能夠充饑幾天 不能夠作為長期的糧食之用 而且在中國傳統上 這些蝗蟲為之是災蟲 就很少人拿去吃 當然 馬死落地行 太餓了 也可能有些人會拿來吃 但是由於它是災蟲 是代表著不好的風水 所以在古代沒有人拿來吃 但是現代的華人 似乎什麼也有口 可能照食可也 只不過 吃得多少 因為那些東西會飛 會不見了 不只是停在空中 任你捕捉 所以大家也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絕對要密切留意著 那些蝗蟲的飛行路徑 因為萬一它真的往南飛 而且飛去泰國 變成那些去超市摘米回家的人 就真的錯錯著了 因為它真的要吃到生谷藕 還要繼續吃那堆大米 因為如果那些蝗蟲飛去泰國 後果都不堪設想 它還有多少剩餘的產能 是可以輸出來到香港 就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 當然大家要密切留意著 最好那些蝗蟲就在印度境內突然消散 這對全球也是一個好事 當然這是主觀良好願望 接著就看看 關於武漢市的一些網民 去回帶 他回什麼帶呢 他拿回武漢晚報10月30日的一則頭條新聞出來 頭條是這樣寫的 他就說 靠他防病作用有限 醫患交流反增格核 中南醫院急診醫護人員紮口罩 遠方就說 要坦誠相見便於拉近醫患的關係 並非一刀切 這個就是 你說到底這個武漢肺炎 有多少成是天災有多少成是人禍呢 當然那個源頭就已經被人質疑 你是否在P4那裡走出來 好了 都不要計算這件事 你只是這樣的政策 都可以拿出來 叫醫護人員紮口罩 方便那些人交流 這是什麼政策 怎樣想出來 是不是黃綠醫生 你拉近醫患之間的距離 有很多辦法 包括大家真真正正坦誠的溝通 不要收紅包 拒絕這些貪污等等 就不是說除了口罩就可以 這些完全是形式主義 而且又害死了那班醫護人員 而且醫護人員戴口罩 一方面他就是保障自己 不要受到病毒來侵襲自己 另一方面 醫護人員本身都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這個病毒的潛伏者 他也戴上口罩可以防止到 有這個潛在的危機 就是自己是潛伏的病人 將這個病毒帶到其他病患身上 造成了交叉感染 所以戴上口罩是非常重要 目前你說不僅是醫護人員要戴上口罩 連病患都要戴上口罩 全民戴口罩才對 在這個瘟疫蔓延的時候 你竟然奸你武漢市當時可以提出這些政策出來 這些政策倡議者就應該去問責 除此之外 容海恩之前就說 叫特區政府參考大陸那些建議醫院的做法 我早就說這個人是建議非常膚淺 而且是沒有了道 容海恩律師 你葉劉 即是好捧不捧捧一隻容海恩 是離了大譜 你本身葉劉也沒什麼了道 你還要捧這隻 你看一下湖北武漢 火神山的臨時醫院 就變成了一個水簾洞洞天 為什麼呢? 因為武漢市近日刮起了大風雪 而且又狂風暴雨 一劑就已經令到火神山的臨時醫院到處漏水 根據當地一些人拍攝的片段 整個醫院的屋頂全部漏水 整個地面都擺滿了那些膠桶 在那裡裝漏水 而且有一些工程人員 就擔起一些梯架 打算去復收的工作 喂 特區政府真的不好聽 容海恩議員建議 去建立這些臨時醫院 什麼小湯山 雷神山 火神山 全部都是穩扮的 就是鐵皮屋一間 一出事的時候 一有大風雨的時候 當然是漏水 幾天就蓋貨的東西 會有好東西出來嗎? 對不對? 首先香港建一間醫院 真真正正有格式的 有規模的醫院 是合格的醫院 是要建幾年 不是建幾天的 建幾天的 那些全部都是漏水 真的不要學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